高沟黎和韩国究竟有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这两个家伙也完全是敬畏分明 先说高沟黎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提过这个国家的名字了 高沟黎这三个字 可以说是今天韩国网友们 最想从中国身上偷走的东西 因为这个政权在历史上确实很厉害 但是再厉害依然和韩国毫无关系 我们今天就梳理一下 高沟黎高利还有韩国这些国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说高沟黎是怎么来的 按照后汉书的记载 高沟黎这个国家的起点 完全是来自于汉武帝时期 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征服 我们在汉武帝时期 开拓朝鲜半岛的那一集就提到过 当时汉王朝在辽东 以及朝鲜半岛上设立了四个巨 也就是乐浪 玄兔 林屯 真帆 在汉朝人来这里开拓之前 东北一带地区的文化发展几乎就是零 可是汉武帝这么一折腾 文化火种就被带来了 当时东北一带的惠默人和服役人 在经过融合与发展之后 在汉朝设立的高沟黎县逐渐壮大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高沟黎这个称呼 也是高沟黎这个民族的起点 这就是说高沟黎人本身就是 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汉化之后 逐渐形成了中国民族 他们来自于今天的中国东北 文化上也是受中华的汉文化影响 与半岛毫无关系 那韩国人此刻在哪呢 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我们在聊朝鲜半岛历史的时候提到过 在半岛的南部存在三个部落 称之为三韩 据说这才是韩国人的文明起点 这就是说高沟黎建国的时候 韩国人连文明都尚且没有出现 那三韩部落和高沟黎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他们和高利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儿我们就要把时间线拖到魏晋南北朝了 随着中原陷入内乱 高沟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尤其是汉人在朝鲜半岛上逐渐失去了控制 高沟黎开始在东北一带不断南下 营殿就碰到了在半岛上生活的三韩部落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高沟黎 在汉朝的影响下已经是一个文化成熟 人口众多的君主专制国家 去打一帮原始人的自然就和玩一样 于是乎一下子就把三韩给灭了 没错 按理说高沟黎完全就是今天韩国人的仇敌 在吞并半岛的大片领土之后 高沟黎彻底变成了东亚地区的一个大国 到这儿情况发生了变化 高沟黎的名字改了 在大约公元五世纪高沟黎改名为高利 没错 高利这个名字最早就是高沟黎人自己起的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历史上的高沟黎 那是改过名字的 那这个高利和后来的高利又是什么关系呢 依然完全没有关系 到唐高宗时期高沟黎正式被唐朝灭亡 它的存在时间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七世纪之间 而今天韩国人自称的那个高利 是建立于公元九世纪 也就是高沟黎已经没了几百年以后 王剑在半岛上建立的新政权 他建用了古时高利的名字 这个被称为是王室高利 从公元九百一十八年建立到公元一三九二年灭亡 两者之间只有名字冲结 其他的是毛关系都没有